現在有一部分輕症病人包括微重症病人 不斷增加尤其是微重症的搶救非常重要 這家我們在搶救H7N9的時候 是建立了一套比較好的方法和方案 就是創建了一套4K2平衡的 就是微重症、呼吸三角、呼吸菌派綜合症 就是AI疊磁的方案 這個4K2平衡第一就是要抗病毒 抗病毒要早又早又好 療程要做聯合腦筋控制這麼簡單 第二個是抗修課 一代修課病人就非常危急 第三個是抗第二學症和抗多氣化功能塞進 抗修課和抗第二學分多氣化功能塞進 抗藥物沒有什麼好的蛋 主要是因為它的細胞因子風暴 導致了兩次非一年中的嚴重症 所以我們創造性的把已是人工肝 應用到細胞因子風暴的強救 這次我們之間的幾個微重症病人 也應用了人工肝治療 顯示習慣因子性質下降 患者的整腦比較改善 所以抗修課和抗第二學種方法 應用人工肝治療是非常有效的 第四個是抗激化感染 抗中術不能早就應用太早 但是激化感染的情況要合力應用 這是四個 還有二 平衡 就是衛生態平衡 或損電解決平衡 所以衛生態平衡 只有一個常心性的內容 因為不只能現在對衛生態解決為熱 但是對我們就是 未公正的病人實在有用 DHCN9的時候 我們檢測了每一個微重病人 它的長大衛生態都是紊亂的 所以說保持衛生態的平衡 是減少激化感染 保證加低病史非常關鍵的一步 那這四個二 平衡當中 就這樣撐到了這個經驗 現在應該把這個經驗 用到包括武漢這些內的全國的 微動者的搶救當中 就為了更好的應用這一個 我們希望把人工官的新技術 把衛生態表切的衛生素的產品 它是有一條有一條一條 雙魚管治 乳生管治 把我們帶到武漢區 救治病人 還有一個 我們原來在治療HCN9的時候 對年中的病人 V39 V39 V千年化的病人 也應用了 在千年以前 2013年 二十幾年的更新報紙 這個更新報紙 你會觀察到現在已經千年 也顯示了比較好的效果 所以這一次到武漢區們 我們希望把這個人工官 更希望 包括衛生態條件 這些新的方案 與這個呼吸機 氧氣等等 方案結合起來 按照蘇卡二平的方案 來救治更多的病人 第二就是希望 能降低病死的 所以我們這次去的 所以他那名 這個